有风剧场 终于要死了吗 在俊家的这些年 好累啊 疼得厉害 你能不能别再给我做实验了 军家养了有多少 你就是这样 不就是一风 我又不是要你 你要是想这 不要再来一句 你他妈他什么是故意的 真是我用这本剑 还他妈在这儿 我看你就是想害我 想害军家 还敢狡辟 再给你一小手 还弄不好 你这种手 你别要了 姐姐 被吊在这里 好玩吗 姐姐 我拿到女主角了 真是多谢你啊 导演 我夸你这双眼睛 很漂亮的 往后啊 这美丽世界 就由我替你看了 还有 你男朋友啊 真挺帅的 不是你姐 这么多 行吧 姐姐 我可没你这样的姐姐 你 和你哥 不过是我们军家养的 两朝狗犯了 还有件事你告诉我 其实你哥的那场车祸呀 是大哥做的呀 哎 谁让他发现了公司的财务漏洞呢 事关那么多人的生气 大哥 也是迫不得理 你可千万别怪他啊 你胆敢再欺负小月 我就打断你的腿 你哥他们都是为了你好 那是在培养你 一年 你别不识好歹 群家 桃若有下巴子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我 我没死了 我又回到了噩梦开始的这一天 我因为不肯提家 断水断食 挨尽毒打 反正所有的噩梦 都是从今天开始的 像你说好所受的折磨 我家是活客 那 那真假就是我 我 我在心经过 我要活着 我要报仇 我要找到我的亲生噩梦 反正他也不是咱们亲生的 白养他这么长时间了 也该发挥点作用了吧 那墨尘家的财产和事物 那也不能白嫌了这个外人呢 那墨尘不能忍到 他将军就是摆设 你还指望他能拿到墨家的财产 就算是侥幸得到了 他不一定拿回来给咱们君家吗 不然能怎么样 咱还能让小月去跳他墨家的虎坑 但是 他就是不同意啊 该怎么办啊 他同意 再好好劝劝 你实在劝不动 就是打 打到他同意为止 爸 妈 我去 好 好 这就对了嘛 哈哈 你是谁 你不是姐姐 你是谁 我是苏音 虽然是养女 但也算是君家的女儿 各位 我要的是君小月 我知道 你之所以选择跟君家联姻 并不是真的喜欢君小月 而是想借此机会 想扩大自己的商业版图 制霸国内 知道还敢来提家 苏音是什么 你这么聪明 难道不知道我墨山是什么人 心狠手辣 脾气乖张 还 不太行 想死 你才想死呢 恰恰消死 我要你接纳 让我成为你的佛宝妻 平 凭什么 凭我手上 有一个能让整个君家全盘崩溃的秘密 取了我 我能帮你得到整个君家 而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又不靠谱的原因关系 一身入侣 有点 说吧 你有什么体 我需要 让莫先生 放我个小妈 我跟全国的名师 学了这么多东西 夫人 你也俩身边费的礼物到了 夫人 这是少爷让我给您的 这个 就是传说中的海洋之星 真是可惜了 夫人 司机问您是先回莫宅还是去屈夫人的生日宴 莫总怎么说 莫总说他晚点到 请您不必等 啊 不是 我们是 当然是去君家 秦殿 霍霍那帮妖魔鬼怪 真的 яни呐 苏宴 seasoned 到现在还没到 这么多人 打着他呢 我看她呀 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妈 你别生气 人家苏宴儿啊 但是莫总说什么呢 有点来场应该的 我看他根本就没把那个妈放在眼里 没把君家放在眼里 说是莫总说你 谁不知道是个守活寡的呀 他现在在莫家肯定不好受 最后还得讲到您 做 现在咱们君家不仅和莫家也合作 还和云城的苏家也有了合作 往后啊 咱君家在这京南的地位 那是不可估量的 我们家小月啊 也签了新公司 好乐屋 已经开始演戏了 和那著名的导演合作 好乐屋 那可是国际大公司呀 我看呀 李君小姐的美貌 在下上好乐屋这个靠山 那以后获得个世界级的影后 也是可以的 小月 家族 慌什么 苏 苏 苏燕回来了 你们看 他身上这套衣服 是巴黎那样的限定款旅服吗 我昨晚才在杂志上看上 他怎么这么快就穿在身上 这可是聂峰和聂大师的新手定制款 海洋之心 传手周和铁达尼克号一起沉默近百年在海底的传奇咲链 我家传家宝 他怎么给带上了 这还用想啊 肯定是假的 他一个摆设夫人哪来个钱呢 姑娘 肯定在网上找着图片做着钢访吧 而且全世界只有一号 还可真丢人呐 就是听说呀 一波和大师今天还有亲民 这到时候又是让他撞进了 妈 生日快乐 你个贱女人 真假不欢迎你 赶紧给我回 苏燕 你妈过瘦 你送那么小个礼物 你的礼数何在 就是我妈的礼物 堆山马海 我看呢 救赎你的罪限 果然呢 不是轻生的就是不行 你拿着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礼物 你给我家的脸都丢进 康大有什么用 你们要不要把盒子打开看看 就你的一身冒牌货 你能装什么好东西啊 许晓月 你还是那么在于衣服 许晓月你干嘛 你干嘛呀 快 苏燕 你给我记住 往后啊 你只能穿我穿过的旧衣服 不准买新的 不准买名 你如果是这个装的比我好看 我就把你们所有 弄解了 小月 小月 你干嘛呀 都给你捡 小月你干嘛呀 你别穿那肉糕 你的衣服 你们这里配穿新衣服吗 小月你干嘛呀 你胡说什么 我胡说 我胡说什么 我就是想说 我这件衣服是真的 必须一件礼服而已 没必要造假吧 必须一件礼服啊 苏燕 你知不知道 你这套礼服的原版 可是聂峰和大师手工制作的 以海之女限量版为基础 全世界只有一套 别说 你能不能买得到 你能买得起吗 我是买一次 可莫尘买得起啊 而且不止一件 聂大师的高定款 每一件我都有 全都是按照我的身材 量身并制 苏燕 你在逗我吗 谁不知道 她只为何野人的贵人 做的 就你 也可以 妹妹 说大话之前呢 最好多了解了解再说 免得说出来丢人现眼 混账 只是嫁给墨家而已 你在那说什么大话胡话 赶紧给我滚出去 这颗海洋之心 还不足以证明这件礼服是真的吗 这颗海洋之心 还不足以证明这件礼服是真的吗 如果你们非说是假的 只能说 你们都没见过事 你先嘴嘴妈顶嘴 拿个假胡刀 这后 你跟着 听说海洋之心 可是世界上最坚硬的宝石 怎么可能轻易摔碎 这肯定是假的呀 我这次回国 就是想见见这位苏小姐 谁人不知道 你聂大师看不上这场级别的宴会 均假能够遇到你 也算是他们三生有幸 均不均假我不知道 但是这位苏小姐 可是连我的老师都快想见一面的人 我今天能看到苏小姐 还是托尼莫总的福 周苏 给君家准备的礼物 给夫人了吗 放心吧 少爷 我亲手挑选的最大的南海夜明 保准君夫人满意 牧尘 你好大的手笔呀 南海夜明珠 全世界只有三颗 价值连成 看来啊 你对这位新婚夫人 很是满意吗 放心 我只是不想落落莫家的面子 郑小月你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拆穿你了 看一看 你到底有多假 郑小月 我穿什么和你没关系吧 现在你把我东西弄坏了 这可是不争的事实 不就已经假货吗 你说多少 我赔就是了 这条项链 你可赔不起 这条项链 你可赔不起 逆风河大师来了 逆大师您来了 逆大师来了 怎么不通知一下呀 我好派人去接你 您好 苏小姐 很荣幸见到你 逆姐姐 你不用这么客气的 您可是蓝亭夫人的得意门生 按照礼数是应该的 真是抱歉 您给我精心设计的搭配 不能错怪 您不需要道歉 谁毁的 谁道歉就是 叶大师 有事怨言呢 那条项链 我们照常培 但是不知您和苏印的关系是 我们的关系 跟你离关系 不是那条破项链吗 谁赔不起他 对什么呢 军小姐 你是瞧不起我 逆风河 还是瞧不起这条 海洋之心项链呢 这件礼服仅此一件 项链嘛 也仅此一早 原来没有同款 以后也不可能再有 不说这件礼服 就是这条海洋之心项链的价值 至少上益 什么 一条假的破项链 你要上益 好啊 我看你们两个今天是何起 火牌里抢劫的吧 什么大事啊 我看你狗肉就假的 再讲 这不如你们君家人假的 你们再说一遍 姐姐 哥哥不是有意要打你的 聂大师啊 你看这样好不好 我先给你赔礼道个歉 至于这条项链吧 我们再看 这件礼服 我已经送给苏小姐了 如果你们真的要道歉 就向苏小姐道歉吧 你们要是想道歉的话 给苏小姐道歉吧 我需要 让莫先生 帮我个小忙 说 我要找几个人 还需要一样东西 我可以答应你 但是你要告诉我 为什么这样做 三个月之后 我妈生日宴 我需要一样能撑场面的手势 可以 这么爽快 不过是我选个人 突然觉得 嫁给你呀 我好像不对 抱歉 对不起 屈小月 你欺负人的时候 声音挺大的 怎么现在道歉欠了 声比苍蝇还小 姐姐 对不起 你又干不起人呢 哎呀呀呀 小月 好歹是你妹 咱们军家 玩了这么多年 不看僧面看佛面 这一个亿 这算了 算了 凭什么算 你们军家的面子 这么大吗 这一个亿呀 你们之前怎么对我的 全都忘了是吗 我今天就把话撂着 屈小月 你的道歉 我不接受 这一个亿 一分也不能少 苏彦 你妈今天过生日 你在这大呼叫叫的 成河提桶 赶紧跪下 给你妈道歉 我赢什么鬼 你个丧良心的死丫头 我不定点颜色看看 你不知道我的厉害 来来 上街盘 住手 我赢不及时 你怎么走的 我赢不及时 你怎么走的 我赢不及时 你怎么走的 莫总 你可来了 你再晚一点啊 就见不到你的莫夫人了 莫总 失营 失营 今天怎么有空来这里啊 苏妍啊 还不赶快 不着莫总 我听说君小悦不愿意下 所以才让苏妍讲 不可能 绝对没有我的事 这是误会啊 这一定是误会 误会 看来我送你们的礼物 你不太喜欢 莫总为君夫人注释 特赠南海叶明珠一颗 价值三千万 这么大的南海叶明珠 许诗都寻不到三颗 这莫总对这个苏小姐 还真是不一般啊 可惜啊 他们家盒子太小 压根没看上 还要连我春去 既然如此 那就没必要再留出 夫人的项利 君小悦 请你召架 现在市场价值 一个亿 认识 你找死我 只一个亿 讹人吗你 讹人 君小悦 你说话之前 好好想清楚 你是在说 堂堂默氏总裁 在讹你 我家的产家 你敢置疑 只要我夫人一句话 我会断掉军事集团 和我默氏集团的所有子 你千万别 他不是那个意思 人家要是不想破产的话 三天内 一个亿 莫总 莫总 我们两家已经年轻了 现在是亲戚 您看 小悦 不许你你的货 你干吗 你姐姐姐我道歉 我 我一点道歉 莫总 莫总 你大人比起小人怪 他还年轻 千万别我心里去 千万别我心里去 莫总 你 你 你都是我不好 我敬你一杯 林小月 你少够了 这套 姐姐 我又知道错了 我闻姐妹一家 我这一杯你发现 我一定会还的 就是因为你关心我几日 我真的 你关心我几日 行吗 你 赵素 莫总 莫总 今天把你的传家宝弄坏 放心 假的 雪昊 你也来我吗 什么意思 我送你一份大的 那 那我可得听听 多大的力 以前女友苏燕 够大了 你怎么了 苏燕 我有点不舒服 我先去下洗手间 苏燕 苏燕 这谁啊 啊 哈哈哈哈 啊 啊 谁 啊 啊 我怎么在这儿 你应该让他跟我说 我送你给你大礼 啊 我才来了 啊 啊 你怎么办 行了吧 啊 你怎么先 都在这里帮你啊 来 啊 教教我 你别碰我的 我带 我没你 我没你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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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鸿燕 鸿燕 你在吗 素燕 喂 木晨 夫燕好 对人被走啊 呃 有差 是你的手机 并没有 哇 你以前 你不是跟我做得挺清楚的吗 今天啊 我就你尝尝我的厉害 我叫你老朋友 叫你老朋友 老朋友 无诚 什么人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们我的艺术家 苏妍 苏妍 先生 先生 我初中指着不掉这无法忍 自此一句我 先生 我走 女婚大姐喜欢过来 我们回家 放开我 我是你的音乐 我是音乐主角 要理解我 音乐 你又不音乐再去哪 让他消失 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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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去些被认识 苏玉 你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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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声音 有声音 你能不能见心点 针 什么 宝里有针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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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周素 周素 我还帅的 刻画的服势上去 哎 少爷 少爷你没事吧 好点了吗 好多了 那个 今天的事要不是你 你给我记住 你是我墨尘的女人 如果这种事情传出去 我的脸上也不好看 我不管 反正今天这事 就算我欠你一次 还是算了吧 连庄老都数数一次 你才学了几年 我师父是我师父 我是我 连他自己都说 我的天赋比他还要好 况且腿疾这方面 我也有经验 怎么了 怎么了 我的腿 好像有知觉了 真的 这是好事 这个方向没错 我真的能靠服 真的能站起来 当然真的了 不只能站起来 还能当个 真正的男人 不好意思 我刚才失态了 你 继续失真吧 对了 你以后有任何需求 都可以找周苏 任何需求 你给我记住 你是我墨尘的女人 你若要是有什么 特殊需求的话 那就赶紧把我治好 遵命 老公 苏尹这个狼心狗废的东西 他就是心存报复我们 对不起大哥 都是我的错 我不但弄丢了油盘 还还够死损训一个亿 小妹乖 这事不怪你 要怪就怪苏尹那个恶多男人 就算我们没有血月身份 但起码你跟他姐妹上 他怎么能这样对你呢 大哥 现在当务之急就要找回忧板 毕竟那是小月花了我和通宵 给你做金融方案 这可是关乎我们公司上市 公司上市要失败了 对不起 谢谢师傅 你咱们军家可叫玩乐 这事我知道 小月 你现在就给那个贱人打电话 说一个衣准备好 让他过来拿 我上拿上一个衣 跟我没有 这钱我出 打电话 周苏尔呢 他拉肚子了 让我先送你一下 你 放心 我有在这儿 走啊 挡在那儿 有话快说 没话挂了 等等 那一个衣服准备好了 你过来拿吧 我 我过去拿 郡小月 你搞清楚状况 应该是你登门赔罪才对吧 苏英啊苏英 你什么时候才能像小月一样 抖制雇大局啊 不就替他嫁了个人吗 追这么委屈吗 我没时间听你废话 反正 钱你让郡小月自己送过来 就算你替嫁盛馆去了 那你也不应该 偷小月替大哥 做金融方案的U盘吧 啊 那可是小月花 我从家做出来的 不问自诩 那就是偷我 原来 你们是处理U盘来的呀 原来 你们是处理U盘来的呀 行 等着 什么U盘 你听见了 我是腿有病 不是耳朵聋了 哎 没什么 明明是我的功劳 某些人非要站为己有 哎 你帮我个忙 我需要一个能定时格式化储存内容的程序 这个忙我们帮不了 唉 那好 我在 我虽然帮不了 但是我公司里有一堆程序员 他们可以帮你 真的 走吧 点火车呢 哇大哥好厉害啊 不是说墨架车已经到了 苏英怎么还没来道歉啊 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把小月东西还给小月 做姐姐的人怎么拿妹妹的东西 她到底有没有点羞耻心 君天忆 谁没有羞耻心 谁心里有数 对吧 君天忆 大哥你别生气 姐姐是不可能投方案的 她很有实力的 有实力 有什么实力 被新北大学开除的实力吗 二哥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 姐姐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忙 小月都很羡慕呢 不像我身体不好学习成绩也差 我喜欢跳舞也因为心脏也跳不了了 君小月这不可是演员啊 我真会演啊 够了苏英 君家让你这么多年 让你为君家做点事怎么了 好 好 姐姐对不起 我知道你替我加入了莫家 心里难免有缘气 我都理解的 小月 苏英你 小月你没事吧 苏英 不管怎么样 今天你必须把小月的方案还给小月 还什么方案 我看你们三个没搞清楚状况啊 我今天 我是来讨债的 苏英 你 到底想到做什么呀 我想干什么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我说我是来讨债的 一个亿 然后把我的东西拿走 从此以后和你们君家没有半点关系 你 二哥 你别生气 姐姐 指定是因为替我叫做莫家 心里难受 我理解她的 替价是替价 偷方案是偷方案 这是梁了可少不能分为雨谈 再说了 她不是知道那是莫家自愿想嫁去 小月 你啊 就是太善良了 所以总是被苏英正能欺负 二哥 你真好 苏英 把小月的方案还给小月 姐姐 我们都是一家人 你跟归哥们道个歉 我们就什么事都没有 好吧 还是那么好 我 我 我 啊 啊 苏英 铁金 你怎么又对我 啊 苏英 小月一直为你说话 你怎么对她的 赶紧向小月道歉 啊 这都能把锅甩在我头上 看好了 啊 这才是我做 啊 啊 啊 是 啊 苏英 你找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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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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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啊 啊 大哥 大哥 你没看到大哥 莫小的女人 也是你们军家敢动的 啊 啊 啊 谁让你弄我东西的 就你随着破烂 那个老虎都不错了 我的东西 也是你能动的 啊 我动 怎么着 你又不是俊家亲生的 你还欺负到我们小姐头了 啊 你叫个背部男人 你一个呀 你个山几就变成缝了 背部 都比不上我们家小姐的小脚直头 不必 所以 现在军家的一条狗 都能骑到我头上了 是 又怎么样 来来来来 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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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别别别 这 长这么大 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奇怪的要求呢 希望你话都说了 就算 那就算 起 夫人 你射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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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你的全国呀 你干什么 我可是 金家小眼 保 哎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哎 哈哈哈哈 哎呀 哈哈哈哈 哎呀 哈哈哈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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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啊 踩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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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我 你放着 哎呀 哎呀 哈哈哈哈 杀人了 哎呀 哈哈哈哈 你放下 杀人了 快救命啊 救命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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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你有什么事 冲我来 你不要欺负刘妈好不好 哎呀 小姐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你心里有钱 你冲我来 我一把老骨头了 我散了就散了 你钱 别别别 别打不下去 别打不下去 苏叶 你太过分了 你针对完小月 开始针对刘妈是吗 你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恶毒了 啊 哼 爸 爸 怎么回事啊 我们一上来就看到苏英 她在打刘妈 胡闹 苏叶 你偷了小月给她哥做的金融方案也就算了 现在还要欠动于刘妈 我怎么养了你这种孽种 谁家人面子 君家人还真是让我开了眼了啊 够了苏叶 你现在把右盘还给小月 再给小月和刘妈鞠躬道歉 爸爸我呢 就还当你是君家的小姐 否则嘛 就从哪里来的给我滚回哪里去 巧了 反正我也没什么兴致当君家的大小姐 我这次回来呢 就是想拿走我自己的东西 您要是非想断的话 那我们这次再断过关系也是OK的 苏叶 你疯了 不过是让你当个歉而已 你就要跟君家断绝关系 我看你是无恙可救了 姐姐你别这样 你别这样 好 既然你这么想跟君家脱离关系 可以啊 但是 在此之前呢 你要把君家给你清歌苏衡车附后的所有的治疗费 一一归还给君家 没错 没错 君家的东西 你一分一毫 也别想带走 好啊 那笔费费用我知道 一共三百二十万 小子 我好歹为君家呀 辛辛苦苦都一辈子了 死我这老人的 我老了老了 还让他胖大一顿呢 哎呀妈呀 他给我闹的呀 我认他哥 没错吧 刘妈再怎么说也是我们君家老人 他让苏英脚人给打了一顿 苏英得赔偿刘妈的费 不然 这让君家其然知道 会让他们寒心的 嘿 有道理啊 哈哈哈哈 这样 除了你哥的三百二十万 你再拿出一百万 作为打伤刘妈的医药费 哈哈哈哈 一百万 我可没有 你们倒是可以贴贴这 我 谁让你做我东西的 就你这么贺贴东西 我跟你说 没这蓝钩就不错了 我动了怎么着呢 啊 你又不是君家的大小姐 哎 你还欺负到我们小姐头上了 啊 你别以为你嫁个废物男人 你这个山姬就变成瘋了 我告诉你 你都不如我们家小姐子 小脚直套 来来来来 你打我 好 还是第一次 有人给我提出这么奇怪的要素呢 既然你话都说了 赵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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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夹着我 少爷们的 我 我 你们也听到了 我可没打他 他现在反过来管我药医药费 赵总 这叫什么来着 不是 这个菜民间叫 鹅人 十年起步啊 我刚刚看到周苏的消息 家里有国内最顶尖的律师团队 你怎么开心怎么来 你们也都听到了 报警还是私聊啊 你 你是不是以为君家这就被你威胁住了 我可没想威胁你们啊 就是呢 最近某些人的公司好像上市了 这个时候要是有什么不好的传闻 说吧 多少钱 我也不管你多要 三百二十万 正着好 苏音 你狮子大开口啊 这点破事你要三百二十万 好 我答应你 哥 你还想干什么 还有一个意呢 姐姐 我知道你恨我 你有什么事 你 你冲我来 你冲我来 你不要为那爸爸和哥哥们好吗 好 好啊 拿钱啊 小月 小月 这个时候你别跟她添乱了 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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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月的伤势怎么回事 松颜踩的 对 你这个丧心病狂的孽女 你还对你亲妹妹动手 这下你满意了吧 恒生别故 害我军家平板损失三百万 明天我就开了你 家主 这个事真不赖我呀 真不赖我 对了 家主 这个是我找的 刘妈 你在哪找到的优牌啊 谁让你做我东西的 那是我的优牌 你真 你把我做给我 起来 你的东西 这优牌里的方案明明是小月 熬了我就是要做的 你的东西 不要脸 哎呀 你没看出来吧 啊 那天我就看你慌里慌张的 我就知道你优牌藏在哪了 哈哈哈哈 算 一个破优牌而已 反正我想要的东西 已经拿到 周苏 我们走 姐姐 你别生气 爸爸和哥哥们 也是为了你好 姐姐等等我 姐姐 姐姐 都说我不好 俊晓月 你别演了 没人跟出来 俊晓月 你输了 也以为我不知道 你今天来君家的目的 根本就不是为了那一件 而是 那个优牌 那又怎么样 不得不说啊 你做的那个方案可真是不错 有了这个 大哥的公司马上就会上市 到时候别说是一个也 就算是十个也 我们君家也给得起 等公司上市了 我就是公司最大的功臣 而这 都是你的功劳 你 你打呀 你要敢打我 后果可是你承担不起的 啊 夫人 您的演技 不比君家那位小弟卡的 君家又窝火了 一眼的像一把 会被看出破绽了 那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 背好瓜子板凳 准备看戏喽 董事长 这是与君士热气的合作合同 给君士集团的资源 我们可以多清洁一些 毕竟他们最近要上市 我们是他们的靠山 你应多帮一点 对了 下周的商务酒会 是他们上市的关键点 帮我订两张机票 我要亲自过去 是 还有 那件事情 有没有消息 董事长 毕竟他们被管 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您再给我们点时间 弟弟妹妹 你们到底在哪儿啊 你是 我是她妹妹 哦 哎 稍等一下 你哥哥有个东西 让我转交给你 她的昏迷之前跟我说过 有个很爱她的妹妹 叫苏音 如果有一天她回来了 就让我把这个东西 转交给她 谢谢啊 哎 对了 和你毕业那天 给你件礼物吧 什么礼物 我哥哥都可以给你 真的 嗯 那我可得好好省省 我要一家 进入公司 我要当老板 周素 你干什么呢 嗯 放下了什么 嗯 是夫人的东西 夫人说以后早晚都给您治疗吧 所以 所以就什么 就同居呗 怕了 快点 哦 那你呢 哼 你跟我多久了 嗯 十年 我最讨厌什么 最讨厌别人碰您身体 那你还 跪 你干什么 哎 哎 我应该 苏妍 你想死吗 不是 你这么凶干嘛 我就是想看你下半身有没有感觉 按理来说 昨天的治疗上我应该只能没事几个小 现在看来 这不错 想康复了就听话 早点好起来 我还得指望你帮我对付君家呢 我会配合你治疗 但是同居就算了 你现在给我出去 到底要干什么 现在什么感觉 有点算的 有点 炸 又炸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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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不开心 救不救鞋 硬不硬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没没做什么 现在给我滚出去 滚 没救 哎呀 某些人啊 有一个大好的机会 让你重新到板子 你还不要 别后悔了 站住 怎么 后悔了 下次 下次什么时候 你又不让我在这住 我每天早出晚归的给你治疗 大妹 谢谢 嗯 嗯 大晚上的不睡觉 你有病啊 你才有病呢 你大晚上不睡觉 看我干嘛 是不是喜欢我 你是不是因为 过几天的伤务就快 你放心 你现在是我的合法棋子 亲家的事情 我会帮你注意到的 亲家的事 我倒是不担心 你就等着看戏了 那你为什么 你呼噜声太大了 控着控着 是我的照还什么都是 小月 男家小月和苏银就如此 云尼之别呢 大哥 这有啥难懂的呀 他又不是咱亲生的 自然是遗传不了咱君家的 绝佳天赋了 其实也不怪姐姐 毕竟他替我嫁到了墨家 心里难免是有怨气的 就算他打我骂我 我也都能理解 你呀 就是太善良了 才总被的欺负 你放心 这次酒会啊 你好好发挥 你们公司也会趁机 搞点直播什么的 给你打造人设 大哥相信你啊 你肯定会站在他苏银 仰望都仰望不到的高度 对了小月 大哥呀 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大惊喜 惊喜啊 什么惊喜啊 苏锦 认识吧 是那个手握跨国财团的苏氏集团 在国内能和墨家平分秋色 在国外总很披靡的苏锦 没错 就是他 他现在可是咱们君家的大靠山 别怪当哥的没提醒你啊 他现在可是最炙手可热的 被各大豪门名员们 争着抢着要嫁的香不二伴 哥 你说什么呢 我听不懂啊 大哥说的没错呀 你要是能把他拿下 那咱君家可就稳了 到时候借给苏银八百个板子 他也绝对不敢招惹你 那我努努力 炸药 来 炸药 大靠 来 嗨 苏燕 这次酒会之后 我一定会把你死死的踩在脚下 这愿 那位就是苏锦苏先生 一会见到他的时候 一定要称呼其为哥哥 那位对这个称呼没有认识在底堂 哥哥 苏祖这么大人物 竟然还喜欢这么平常的称呼啊 听说二十多年前 他总丢了个弟弟妹妹 所以他对这个称呼啊 一直都有执念啊 哎真巧 苏燕姐姐和苏恒哥哥也是走这个 同桃兄妹 会不会说什么呢 他们俩废了 怎么可能跟苏锦静有大一派的关系 别开玩笑了 对啊 没理 这不是君家的三位呢 又在那里找人小哥呢 苏燕 这里是商务酒会的现场 你来干什么 这个酒会你就用存次的人都能 我莫臣的夫人 为什么不来 莫臣 我不认意思 结婚啊 苏恒哥不是那个意思 因为姐姐第一次来这么隆重的酒会 穿的又这么华丽 他照着试试 你别装了 我不吃这顿 君天忆 我们签的是对赌协议 一周之内你要上市成功 我为你的公司注资物实现 若是上市失败 你所有的都将是 这件事情 要让莫总失望 苏燕哥哥 我叫君晓月很高兴认识你呀 莫总别来无恙 你 你 你叫什么名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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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 我 也不是要去卫生间吗 现在可以去啊 这就是刀不算的良养 四周 看来这位 就是前段时间 莫总的新婚妻子 怪不得一副很紧张的样子 我自己不服务 我当然是 你紧张 和君家的对对协议 看来莫总要回去取决了 毕竟有我苏家者 如果不是偷猪 我都能服上市 哦 但如果你服的就是偷猪呢 君家的方案我倒是看了一眼 如果这个方案是偷猪总 那你五百人 连偷猪总 不怕苏总您笑吧 这一方案呢 正是家妹 喜悦亲故做的 小妹不抬 这一个方案呢 我熬了 就只有五个同小姐做出来 是 我军下了 五个同小 看来君小姐 不仅演技过人 更是商业的奇才 苏总不讲了 周素 被别人抢风头 你不生气 生气 为什么生气 抢来的 终究不是自己的 况且 好戏 才刚刚开始 大家好 我是君天一 相信在座的各位都知道 我们军事集团 上市在即 而上市之前的最后一轮融资 也即将在今日 正式开启 并且 我还要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 我们军事集团 已经获得了来自云城的 苏济先生 和苏氏集团的鼎力相助 相信大家都知道 苏氏集团的实力 所以请大家相信我 相信军事集团 同时也相信苏氏集团的眼光 我们两个公司 这么多 不如给我们分享点实在的 谈谈你的融资方案吧 是啊 不如跟我们聊一下融资方案 也好让我们大家心里有个数 是啊 是啊 大家放心 这个呢 我们早有准备 大家请看 大屏幕 我让你事先准备个PPT呢 啊 就是也没人让我准备PPT啊 没有吧 我妹妹君小玉 他们给你发 啊 大哥啊 这这怎么回事啊 大家都等着呢 我们怎么知道怎么事 小玉店后呢 我妹妹问一下 君总 你们不会根本就没有融资方案吧 怎么会呢啊 这么重要的事 不可能 我不可能吗 那 那个 大家先等等啊 因为 因为工作人员那边出了点状况 大家先等几分钟 等几分钟 哎 你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不是 是你们的人 没有给我们大屏幕的内容 怎么怪我们呢 你 君总 到底怎么回事 这是最后一轮 也是最关键的一轮融资 这么小的事都能出错啊 君总 你们军事集团 看起来不是很靠谱 哎 哎 大家稍喊物躁 稍喊物躁啊 我再去催一下 稍等几分钟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怎么回事 季晓鱼 在哪儿 发油盘为什么没给我 哥 我换了他肚子 我真的回来 这么回来 郑州现在什么时候啊 他们靠近 我人都没了呢 刚才没人还在里面呢 郑天义 你不会什么都没准备 跟这儿逗我们大家玩呢吧 郑天义 你不会什么都没准备 跟这儿和我们大家玩呢吧 郭叔 我怎么能拿上市融资 这么少事开玩笑呢 众所众之 我们军事集团 已经获得了 苏氏集团的合作 郑天义 大家要看的是你的融资方 跟我们苏氏集团无关 郑总 苏总的话在里啊 既然你有什么事情 不方便的话 那不如就和我们聊一聊 也未尝不可呀 是啊 大家都是酒精商场的人了 这行事化的PPT 不看也罢 咱们 简单聊聊 这 我们堂堂君总 不会连自己公司的融资方案 都不了解吧 不会吧 大家有所不知啊 这套方案 是我妹妹 君小月 亲手撰写的 她现在本人正在厕所 她马上就回来 大家稍微不躁啊 我再催一下 我再回来 我快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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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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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对不起 什么对不起 发人门间人们 回来 啊 有本 是空的 啊 空的 你怎么可能是空的呢 早上不还减两个吗 好 算了 算了 空的 空的 哎 要扫上视频写 你现在等了 给大家解决的事外行 明白 您好 您播教的用户 暂时无法接通 君总 您亮了在场的各位 也有一段时间了 小月还没回来 要不要派人去厕所 捞一下他 该不会 掉里了吧 我一 小月好歹是你妹妹 你怎么能当容羞辱她呢 还要玩笑吗 大哥这么认真干嘛 他要是没掉脸 你就让他把什么PPT啊 融丝翻都发给你就好了呀 你要是不方便 发给苏总 也可以 对吧 君天义 你刚刚说苏氏集团是你的遗证 大家都知道苏氏集团是大公司吧 交给他们 想必大家没什么意见 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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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天义 要不然把融资方案发出来 要不然把你妹妹叫过 二选一 搜索 大哥 这还有什么好纠结的呀 你在这磨磨唧唧的 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融资方案 君天义 你是要容大家的资法公司台上市 像你这样的董事长 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 我们怎么敢把钱交给你 我原本打算是想投一点的 现在想想还是算了 投什么呀 你看这军事集团这态度 融资连个方案都拿不出来 呸 一下等一下 再给我几分钟时间 我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啊 大哥还有什么事吗 我再打个电话啊 我再打一个 去 君小脸给我找过来 你喝 把手 喝 喝 干什么干什么 你 都要是你啊 都要是你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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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月 你 你 乱说什么呢 好 大概等着你了 我 大哥 哥 别摸蛋 大哥 小月 大哥 小月 快跟大家说说你的方案 简单说说就行 我不说 我不说 你不说 这可过去到咱家上市了 我失恐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大明星上台会受恐呢 月 你今天都已经有事了 行了 君天忆 你还没看出来吗 君小月不是不想说这个融字方案 而是 她根本说不出来 祖音 你傻一家血口喊人了 就是 得不看看这什么地方 在场的都是商业界的名流 快 给小月道歉 姐姐 我知道你生我的气 可我必须是个公众人物啊 今天在场这么多人 你这样羞辱我 你这样子怎么活 君小月 我差不多得了 在场的诸位什么场合没见 他们根本不吃你这草 是啊 君小姐 麻烦你还是跟我们说一下你的融资方案吧 我们也好赶紧决定 到底逃不逃你们军事集团 是啊 快点说吧 毕竟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啊 我 怎么 说出来了 苏伊 你少打岔 这个方案明明是小月熬了我的头小在作证 他怎么可能说不出来 我可以作证 作证 作个屁 这份方案出来的时候 你还在国外参加学书论 还拿什么作证 既然他不想说 他就由我来说 这套方案 就是军事集团融资方案的策划方向 这套方案就是军事集团融资方案的策划方向 大致方向就是这样 苏小姐 为什么您对军事集团的策划方案这么清楚 因为这套方案的编撰者 并不是军小月 而是我 你胡说 这方案明明是小月 明明是什么 明明是你妹妹熬了五个童小写出来的吗 你脑干是被你妹妹给抽了吧 你好好想想 像这种需要大量数据和实际案例才能写出来的方案 怎么可能短短五天就能完成 苏英 你不要在那儿瞧人吝啬 你是什么样的人了解军家人都知道 我看你之所以了解这文案 那是因为你在这文案里动不手脚 哥哥 只要你想起小月 小月只能跑我也去 这个方案是我那么辛苦做的 却却卫胎这么这么对我 我好难做 小月 对不起 哥哥刚才不该哄你 你说完了吗 说完可以下去了 各位啊 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们军事集团的融资法案 相信大家都已经了解了 现在我宣布 军事集团上市之前的最后一轮融资正式开启 我宣布军事集团最后一轮的融资正式开启 哈哈 苏卫 你们这是 军总 您军人的融资 请大家从参与先到过 我也算了 看您这态度 我们投进去的钱 指不定了就是别人的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军天忆 大家正是在用实际行动告诉你 你还有你们军家都是一群不分是非 练不清情众的蠢货 应该就是这一群灰啊 这不定没错 我刚才亲眼看见军晓月 被他哥军天忆给拿进去 才能做军晓月还哭哭 我说不定 哥几个今天咱们得稳一点 军晓月也算是最高 纽约的行动 这要是排除点什么 那咱们就大了 高兴太早 我可听人说啊 他来这小会啊 是为了给自己公司提供农资方案 说不定不仅没光 而且啊 还要帮他立一个高逼格的人设 我了能读了 什么瓜呀 人设呀 反正有人买 有人养 我们 我们正不赔 还对吗 苏伊 别太过分 无言不出的东西 到底是谁过分 莫总 至少你们这样 我就不怕得罪你 你看看你夫人把我妹妹欺负的 我妹妹好歹也是个公众人物 你让她以后跟公司怎么解释 你是怎么 不用解释 我说 莫总 您应该不会觉得您在国内一支天宝 啊 我妹妹她 你妹妹签约的公司都是我末世旗下 怎么 不怕过苦用 苏总 还指您说句公道话 你可以 我看这咱们两个做的分 我劝你去 赶紧让你这个呼唧唧的妹 向莫夫人道歉 云野人都很开 他就是在请人 苏总 您这是 是你让我说句公报 我们作为合作方 我不想看你越陷越深 现在的事实就是 你把大家当傻子 大家不买乙丹 大哥 对不起大家 都是我的错 就从我姐家入莫家 怕他就忘了我们君家的养育之恩 我就偷偷把法案抢了起来 对不起大家 我不应该这样 我愿意做任何金服的惩罚 我 赵小月 你别哑巴 没人跟过来 苏颜 不得不说啊 你做的方案可真是厉害 有了这个 大哥的公司很快就会上去 赵小月 老演就没说你说过 你演技是不错 就是没张脑 居小月 导演就没和你说过 你演技是不错 就是没张脑 苏颜 我什么我 徐帝也就不许我拆穿啊 大家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你们别听他胡说 你还嫌给君家丢的脸不够多吗 啊 你好江总 现在他一半以后就认识 我信你现在去那里快君房 发走 是什么意思 你好历长 历长 哎 哎 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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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对不起 我真的错了 我救你原谅我好吗 姐姐对不起 我觉得错了 我求你原谅我好吗 原谅你 我拿到女主角了 真是多谢你啊 导演 我看你这双眼睛 很漂亮 往后啊 这美丽世界就由我给你看了 还有你男朋友啊 真的帅的 君晓月 自己做的要自己去承受 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 还有你们 还有你们背后的君家人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今天 只是开始了 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 你们都不用跟我求情 更不用认错 这些年 你们对我和我哥哥犯下的恶 我会一点一点的 风冲还给你 爷爷 爷爷 这是咱家的家事 有什么事 咱私底下解决啊 私底下解决 我莫家的人 想说什么 想在哪儿说 不需要你们君家 来说 君天一 我劝你现在 趁我还能控制得住脾气 就少说话 再这样 我就把你们君家那些破事 都倒出来 比如什么公司账务 有事好商量 有事好商量 是我们不对 是小月拿了你的方案 是我们拿瓶链 是我们对不起你 我说了不用道歉 即使道歉 我也不会接受 我要点累了 这个酒客也没什么意思 周苏 走 各位 实在不好 今早 让大家介绍 有什么东西 您在这 实在是太乐 我们呢 就不得你撒娇 大伟 是 你们亲家的风气也太大 亲自不想到后来 我们今天呢 你得苦头了 哎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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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先生 那个刚才那个先生啊 让我告诉您 距离对赌协议 约定时间还有一周 这一周时内啊 如果您不能将军事集团 如期相识的话 他说别忘了 让您带着所有股份 去莫家找他 别忘了啊 我还在 去家玩 啊 啊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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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大哥 我错了 咱先起 咱 就让起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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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闭嘴 我让你闭嘴 你不见吗 啊 闭嘴 闭嘴 大哥 大哥 他我的 滚开 他没约见的 他不是没约见的 晓月 你告诉哥哥 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啊 我跟你说话呢 说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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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闭嘴了 大哥不是 他是咱亲妹妹大哥 关开 都他妈是你关的 大哥 军家 太令人失望 今天爽了 爽 今天这是开始 那我就好好期待一下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早 你叫苏音对吧 哦 是啊 怎么了 苏音小姐 能否 请你吃个饭 苏音小姐 能否 请你吃个饭 啊 这个 不太好 啊 周速 走 你 干嘛 啊 啊 不好意思 姓苏的 你什么意思 苏音现在是我的妻子 你的妻子 你配吗 好啊 那就看看他 怎么选 周速 这就走了 不好意思 苏总 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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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来 你帮我一下 就是苏晨 我们可是合法夫妻 你至于这样吗 我告诉你 我现在很生气 我告诉你 我现在很生气 生气 生什么气 你还好意思问我 你是我莫晨的合法妻子 嗯 哎 哦 跟别的男人 男男人去 你有尊重过 你虽然治好了我的腿积 但不代表我能一味唐人 哦 原来我们莫总 就吃那个苏晨的醋了 吃醋 我 莫晨 可以吃一个女人的醋 哎 苏晨今天好像还给我留了微信 你敢加一个试试 你干嘛呀 还说不是吃醋呢 放心好了 你这么好 你这么好 我怎么可能会跟别人谈论呢 这么好 那还能协定 喂 喂 哎呀算了不动你的魅力 问你个事啊 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我给你治疗的感觉你怎么样 你之前差不多 这样 有什么问题 哎 看来是治疗遇到瓶颈 还得需要一样东西才行 什么东西 我的 我的爱 哎呀算了不动你了 酒鬼银针 酒鬼银针 你确定吗 确定 啊 进来吧 少爷 你还有的测试 走走 不是你 你干嘛呀 不是 酒鬼往哪儿能试证吗 我不知道你喜欢喝什么 我就让周瘦一瓶拿了瓶 这个酒啊 劲儿可能老大了 那就 呃那个 你确定喝多了十张没问题 不是莫辰 我说的是酒鬼银针 是出自一位大师之手的银针的名字 不是酒鬼银针呢 酒鬼银针 不知道他脑子怎么想的 不过哥哥一直昏迷不醒 他跟莫辰一样 都是脊椎损伤导致的 哎 要是能找到酒鬼银针 说不定不仅能治好莫辰了 还能治好哥哥 喂 你要的那套酒鬼银针有消息 真的 你消息这么灵通啊 运气好而已 周所打算到明天 车省拍卖柜上 正好也会把酒鬼银针要拍卖 明天你先去 等我处理完手头 让二十二次过去 哥 你再等我一下 我马上就能治好你 你终于来了 苏叶 我等你很久 苏叶 我等你很久了 等我 等一下 你刚才不是来替君家求情了吧 为他们求情 他们君家还没有那个资格和分量 我在这等你 只不过是单纯的想见你 我觉得我们很有缘 那个 我跟莫辰已经领证了 而且我们现在婚姻幸福美满 你误会了 我对你没有那种想法 抱歉啊 我还以为 在我六岁的时候 弟弟妹妹被拐走了 但由于时间太久远 我一直没有找到她 我听说 你们是二十年前 被君家受养的 算一算 也差不多正好三岁左右 而且你还姓苏 一开始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很幸福 但只可惜 我就是这些话 别在心里太难受了 不知道何谁说 见到你们很甘心 回头家 对了 君家的事 我已经帮你们摆别了 君小月也被转到 苏氏旗下的娱乐公司 我和莫辰的关系还算不错 也不想和你们撕破脸 但毕竟是合作 面子上的工作总是要做好的 至于 你们后续想要找到麻烦 只要不影响我们公司的利益 我不会查手 好 那就好 二哥 看不出来呀 你一个医学领域的 处理许一落签的事情 竟然这么得心应手 这才几天呀 那酒会上的事 就被压得毫无踪影了 这都多亏了苏总 苏总 苏总竟然愿意出手帮助君家 哎呦可以呀 我看你们这次啊 算是阴火得福了 说不定苏总还真的开上我们 这小月了呢 这次啊 真是多亏了苏总的 多到这个 小月 我说你也太好欺负了吧 那方案的事情你明明就是好心啊 他们还那么对你 还有你个大哥 这样跟着我外面 不怪他们的 都是小月的错 小月 我看你呀 就是太善良了 所以他们才会那么对你 人善悲人妻知道吗 你明明就是犯了一个所有人都会犯的错误 他们至于那样吗 你等我 等会见到那个什么苏燕 我肯定帮你出口恶气 我让他吃了兜着走 别 也觉得他很凶的 他本来就觉得咱们会遗诺圈的人很不正经 还说我们是希子 什么 他竟然这么说 但是 他一定是对我爱好的 他指定是怕我被欺负 为了你 我告诉你 他就是犯狂的 可真有意思了 他一个军家不知道哪里捡来的野种 不过是嫁给了墨家的一个残废 竟然还被他装起来了 一个撒谎的要照着自己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他不是这样的 真的 不是 君小月我告诉你 当时我见到他 我肯定一把死他了的伪装 当时给我别拦着 哟 这么厉害 我倒是想看看你想怎么死我 哟 这么厉害 我倒是想看看你想怎么死我 颜颜 姐姐身上穿的不是你喜欢那款把你心中的衣服吗 一个上不了全面的羊女 也不知道哪来的这么热情 他几十万 会不会是墨家 墨家生在酒杯可维护他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个墨城啊 就是个不行的废物 但之所以这么维护他呀 是因为我们女人在外呢 是男人的脸面 就算不是他 但就是谁人都是一样的 两只鹰沟里的老鼠 谁敢在背后说人闲话 苏伊 上次在酒会 那是看在梦下的面子 你这次别得寸进尺啊 苏教授 好久不见 你就是阿恒的亲妹妹 这里有一百万 就当是我给YM私人注资 好啊 苏伊 被我们逮了个正仇吧 啊 你都结婚了 还在外面偷男人 要钱呢 你还要 我什么知识 姐姐 如果你缺钱的话 妹妹这有两千 你先拿着用 啊 别让你老公知道 才换了新公司 又开始演了 哎呀 君晓月 你可别好了 伤疤忘了疼 今天 我得给你好好长长 这个苏小姐要是不说呀 我都差点忘了 这个君晓月呀 就是个演技爆炸的绿茶表 是 仔细想想 君家一顿下午茶就万八千的 拿这些钱 知道的是来筹划人 不知道还以为君晓月发善心理 你 苏妍我告诉你 我早就看你身样了 你凭什么这么说小月呀 给你那两千块钱啊 那都是高看你的 你一个嫁给了废人的破烂火 凭什么践踏小月的好意啊 苏妍 我看 是莫适的满足不了你 所以才坐在头吃的吧 要我说呢 一个百件 凭什么穿这么好看的礼服啊 啊 哎 还真是不要脸呢 这钱是好赚啊 送给你 别太过分 你再说莫适一句试试 我说怎么了 你这脸 科技还蛮挺高啊 你要干什么 啊 爷爷 你这人 我我我这人 我怎么了 你该不会以为是我干的 你有证据吗 别紧张 你也别着急 我今晚才 快去跟我 你要 爷爷 呀 是不是感觉 说不出话了 你这个家爷 你紧张 三分钟之后就好啊 敢动我就废了你的腿 哎呀 如果我刺激你这里 你会忍不住大笑 这呢 你会睡三天都醒过来 那就更刺激了 你的阔约机会暂时麻痹 到时候那个场面有多惨烈 爷爷爷 就不用我都睡了吧 啊 宋言 莫家老主早事 莫辰可是通过自己一个人的力量 撑起整个莫家 像他这般精彩绝艳的 还轮不到你去屋呢 我告诉你 再让我听到你说莫辰一句 小心我让你整个下半辈子只能在床上度过 再让我听到你说莫辰一句 小心我让你整个下半辈子只能在床上度过 宋家的人呢都死绝了吗 还不把这个贱人给我抓起来 去帮他结尾 好的少爷 感动 我可听说这莫总从来不插手冲起新娘的事儿 没想到这一次为苏英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你说 能不能是真的 这谁敢想啊 从军家捡来的野孩子 一下子成为了国内最强两大世家之一 莫家的少夫人 这可真是野鸡变成金凤凰了 少说两句吧 人家这回可是正牌的莫夫人了 还敢交涉根 不要命了 盐盐 疼不疼啊 我们得赶紧取悦 否则流发了 走走 你们先回去吧 开办会马上开始 是 下一届 帝都金融峰会 一名邀请谈一张 起拍价 十万 二十五万 三十万 姐姐也想要地都峰会的邀请函 也 怎么 小月 你也想要啊 嗯 我之前的姐姐说过 我想去学习学习 可是估计姐姐还在不高兴 没有理我 我这不就是想充实充实自己 好让大哥不再是我亲妈 我说什么来着 来着我们小月的 三十五万 四十万 四十五万 五十万 所以你他妈没完没了了是吧 什么东西要跟小月抢 之前在九卫演示 现在给你 不会邀请韩上 是邀请韩上 写你们家俊小月的名字 我们连拍都不能拍了 好啊 行 那我们就按规矩来办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养上边 鼻息生活女人有多少钱都争 五十万 八十万 你 俊小月 有时候 你这两个哥哥 也不怎么靠谱也 小月 你别听他说的 一百万 无愧是君家大少佑 一张邀请函你出一百万 有钱 怎么 你不跟了 我 我为什么跟啊 我本来就是单纯好奇 想过去看看而已 再说这种邀请函 净多也就值六十万 傻子才跟的 你 哥 哥 这破后悔的邀请函 车里有一堆 还能当个竞品 可能在外面比较珍贵吧 你去车里给夫人拿一个 我记得有好几个颜色 一样拿几个 送过去 让她自己挑 下一段拍片 醫疗器械大师 和声主到 全球只有两套 九鬼阴珍 起拍价 80万 九鬼阴珍 你不能擦我论你就可以完成了 一百万 一百六十万 随你的吗 怎么 怎么会是陷阱啊 管不了那么多 就算是陷阱 那一定往下跳 三百万 告诉我 他刚才出了多少次 莫总 前前你放上诸价 三百 我出三千万 三千万 有什么问题吗 没关系 区别不大 现在还有人要跟了 三千万第二次 三千万第三次 文娇 咱不至于这么夸张啊 你不是喜欢这种感情吗 喜欢是喜欢再也不至于 喜欢就够 你要知道 你现在是我莫城的妻子 形式作风不能落了我莫家的排名 不然就是打我的了 随便说 不用想回 呃 就是 我知道 你以前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但我们领了症之后 你要学着改变 学着习惯 不是 这个卡 虽然这件事情很突然 但也算是我的一番心意 你能不能不要总是拒绝啊 诶 大哥 你先听我说话 我没有说想拒绝啊 但是你告诉我 图书卡他 怎么说 嗯 呀 没看出来啊 我妈莫总 还喜欢泡图书馆呢 对了 周苏 虽然不知道 你为什么对这些东西很兴趣 但既然你喜欢 那就都送给你了 嗯 不知道你喜欢哪个颜色 随便点 邀请函 这 怎么这么多啊 你不知道 这些都是家里车里面 编号卫箱的被子 啊 我就说 怎么这么眼熟呢 喂 你们听到了 莫总管之旧 被子的 暴杀了 很难想象 此时以一百万拍在一张 废纸的 君家人的心情啊 嘿 你怎么 忽然对我这么好 对自己忽然好一点 有什么问题 哦 every time i see you 彼得 闷得 闷得 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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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我怎么 你可是我老公 我们领证啊 心里一下 谁能说 还能快快结束了 怎么回家 不着急 还有一张好心没看 谁 我苏茵向来说到做的恩怨分明 有些人啊 自己不长记性 我可得好好教训教训 哎 你们这么着急走啊 刚刚拍妹会开始之前 污蔑我的事 这么快就忘了 苏茵 你又想干什么 我能干什么呀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人呢得对自己的一言一心负责 你们既然管不住自己的嘴 那我只能找专业的人 帮忙你们了 冰天宇知道 那位小姐请求你非法聚禁 请让我们走一趟行车 那位小姐请求你非法聚禁 请让我们走一趟行车 不是 你们是不是搞错啊 走吧 不是 我是不是你 你不是 我就是你 我就是你 你不是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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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就是阿恒的七妹妹 这里有一百万 就当是我给YM的私人注资 好啊 被我们堆了个正筹码 你都结婚了 还在外面通男人 要闲呢 你还要不要羞耻 那可真赖皮啊 你上小学的时候 是不是经常告诉你 你才告诉老师呢 对付他们这个人 就得使用这个雷霆手动 那需不需要我打顶一下 像他们这种行为 最多也就是待遇下午 教训几句也就棒了 那都不用 现在可是网络时代 君小悦这个大明星 还有她那个什么 网红闺蜜宋妍 估计 已经得到了惩罚 我们什么也不用做 他们的惩罚呀 才刚刚开始 不好了妍妍 今天热搜到处都是你的黑料 黑料 怎么回事 不知道你快看着 天哪 青春网红千金竟然是整容脸 还仗着家事工人 暗铃沙坡 这锅塌了个大的呀 我吐了 君小悦一个一线小花 什么时候跟这种烂网红 螃蟹一气了 一格碎一地 还一线 君小悦的料太猛 紫七八八 你会发现 都不如这个网红 救命 都2024年了 怎么还有用造红 要去攻击别人 而且造谣的还是个明星 这果君小悦洗不白了 发现宋妍是整容脸 宝妮大哥不得连夜替同跑路啊 完了 以后看宋妍直播的时候 都无法直视了 满脑子都是她的整容脸 可是宋妍 可是那个天 但是天还偷偷入我的视频 不忘了 燕燕 现在当务之急 是把这件事情压下去 不然就算你恢复好了 也没办法拍播了 感觉怎么样 我的腿 有点酸痛 有点热 真的 是好事 当然是好事 如果顺利的话 差不多今天你就能康复了 我能感觉到了 我能感觉到我的伤腿了 我能控制住了 别乱动 一会儿又瘫痪了 敢对本夫动手 等我好了 看我怎么教训 莫总 长能耐了 既然你话就说了 趁你还没好 我可得好好欺负欺负你 你干什么 再不欺负你 我就没机会了 我就是要欺负你 谁好是谁 我那个变态前男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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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找你有什么事 他呀 就行不然呗 有事儿 爷爷 我们见一面吧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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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见一面吧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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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儿别动 保持安全距离啊 爷爷 你没事吧 我上午给你打电话 你怎么不接啊 你是不是因为上次的事情 跟我生气了 哎呀 我难心你 隋昊 你在这装身形给谁看 都在西天拘留所啊 失忆了 我让周速过来帮你回忆回忆 爷爷 我知道 上次的事情啊 是我一时冲动 我那也是艺术创作 对不对 我这么做呀 都是因为太爱你了 有屁快放 我也没什么事儿 我来这儿啊 我就想看看你过得好不好 毕竟之前在一起那么久了 突然分开了 你肯定会 打住 我现在过得可非常好 我跟我老公呢 新婚艳儿 他有钱对我又好 可比某些乱搞女明星 勾三搭四的渣男强多了 是吧 渣男 爷爷 我知道 你说这些都是气话 对不对 你还有没有事儿 没事我走了 爷爷 海卖会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小月跟宋元欺负你 是他们不对 但抛开事实不谈啊 你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自己 是不是也有问题 需要自省一下 你做这么极端的事情 对于他们的演义剩下 是有很大影响的 你知不知道 乖 听话 把事情删了 我就知道 明月 我知道 你替小月嫁给陌尘 受了很大的威胁 但你相信我 明月 我不会嫌弃你已经结了婚了 咱们三个可以一起过 隋浩 你有病吧 你是不是自我感觉有点太良好啊 像你这种只会偷拍女孩裸照的变态垃圾 你配对别人平头论组 林燕 我那是艺术创作 我这是好心提醒你啊 你要是再这样针对小月 君家是不会放过你她 我这是好心提醒你啊 你要是再这样针对小月 君家是不会放过你她 隋浩 我奉劝你一句 想插我什么事之前搞清楚状况 现在应该是我 绝对不会放过君家 我 对 还有一件事 你最近呢 抽时间去下医院吧 测一下智商 我是真感觉 你这儿有点问题 没完了是吧 我是你前男友 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也知道 前男友 林燕 你要这么对我 我真的会 会什么会 苏闯明札了 周苏 这家伙 思考明札了 怎么办呀 放心吧夫人 局里的那边 我收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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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吃醋了 我呀给你准备了药育 耗了药育 肯定的好 完了 啊 谁要你去 出去 这凶干嘛 我又不会吃了 咋了 后果自负 我就是帮你试试水温 至不至于 素颜 你一边待在我末家 以莫非人的身份在我们一家里行 一边跟前男友拉扯不起 很好玩 让这 看住我的眼睛 感受一下 你恢复力量的双腿 用你的心告诉我 我现在也心了 你又知道人家 你却觉得人家 那 每一 是 别动了 让我好好躺会儿 那怎么行啊 我可还没进行 不是莫总 你能不能体谅一下你的妻子 你攒了这么多年的火 对我一个新手发你干嘛呀 好啊 那你跟我说说 今天早上你们聊什么呢 聊 这么在意啊 回答错 我说我说我跟隋好 其实早就没有联系了 他来找我是因为 我之前不把宋言误了你 然后把俊小玉和宋言的视频 发到了网上 他来逼我找 删掉视频的 就是 不然呢 我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呀 他之前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勾得上俊小玉 现在又勾得上 那个什么什么宋言 我这匹豪马 怎么可能是回头草吗 豪马 有多好 有多好 我总还不清楚了 我忘了 那 我得再试试 我这个 哥啊 还是有心疼哦 说到底你终究是我妹妹 她苏音就是个蛇心心肠的毒妇 我怎么因为一个外人 过于指责你呢 嗯 妹妹 一会儿见到苏子 一定要好好说 你这次事儿了 痛得太大了 要不以后娱乐圈啊 你怕是顾不下去了 哥 这次书我给你添麻烦了 这次书我给你添麻烦了 苏音 却既往不交 你们的兄妹情啊 还真让人感动 胡说 你胡说 呀 今天 这位大明星怎么这么凶啊 不演了 哎呀 差点忘了 某些人呢 半只脚 已经踏出娱乐圈啊 你 苏音 你来干什么 我来干什么 当然是来赌你后路呀 哈哈哈哈 我算是看纯 难怪那个墨尘这么听你说话 我看你俩就是一丘之鹤 狼狈为奸 但是我今天军天一把话撂着 今天谁来 都阻止不了我跟苏家的合作 我说的 呀 这么自信啊 那我可得好好试试 别以为我活到你在想 你不就想着我跟墨尘对赌失败 你好轻占我军家企业 来我面前要我杨威 你倒是真给我提了个想 你不说 我还真的没这么想过 放心 你说了之后 我会亲自当门向你 还有你 把你们这些年对我和我哥哥欠下的债 连本代利的一并逃回来 我会亲自当门向你 还有你 把你们这些年对我和我哥哥欠下的债 连本代利的一并逃回来 哈哈哈哈 好啊 那我都要看了 今天斗里是谁走谁都干 你别忘了 如果墨家输了对赌行义 墨家可是要向我军家 无偿融资五十亿的 哎呀呀呀呀 有件事你可能忘了 什么事 墨家现在正在转型的关键时刻 短时间内没办法拿出五十亿 如果到时候墨家输了 又拿不出五十亿 哎呀呀呀 那对墨家的名誉 那可是一落千丈啊 再然后 他就会把一切所有的过错 都追究到你一个身上 然后把你给修了 那时候 你就又变成了一只 无家可归的野狗 来我军家 摇尾气怜 哥 嗯 我有一个有点过分的警告 是吧 嗯 姐姐如果被赶出来 嗯 不要他和军家了 我害怕 哈哈哈哈 又开始了 害怕得太早了 待会儿啊 有点害怕 行了 实话告诉你了 苏 在你来到这儿上 你就已经被墨家逐出家门了 因为就算他墨尘亲自来 也没办法阻止 我和苏家门了 你只不过是他为自己 找了一个失败借口 一个彻彻底底的 后悔 分析的还真是头头是道的 我都差点信了 哎呀 不过都是你自己 不畏的脑补把 苏音啊苏音 行行吧 你现在跪下 给我和小月道歉 给整个苏氏道歉 或许你要是 无家可归的时候 我们还能像二十年前一样 收留你 和你哥哥 这两条无家可归的野狗 不许你这样提我哥 你 你对我做什么 没什么 只是小小的跟你下了一场 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自己全身的翻译都变迟钝了 这是我刚发现的学位 这种东西是什么 你放心 我这个人很讲道理的 不会给你滥用私刑的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我知道 我哥哥的车祸是你造成的 因为他发现 你们公司的账务问题 你 一派胡言 我们军事集团 行的端 做的正 怎么可能财务出现问题 无所谓 不管是你自己去逃犯自首 还是等着我给你们军事集团来一次定点爆破 对我来说都一样 倒是你 刚刚这一针 要是没有人给你解的话 恐怕你下半辈子要在床上度过了 你 你你你你你躲一躲脚 看看 麻不麻 哥 你傻呀 谁都谁都麻 他又是真会什么人 苏恒还在医院躺着呢 他又会的话 他早出院了 对呀 好啊你个苏洋 差点上了你都鬼道 看来你们聊的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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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总 是这样 我这个妹妹 务实大体 明明知道咱们两家合作正在关键的节点上 还来捣乱 让苏总见笑了 苏小姐我也见过几次 她好像不像你说的那种 不通情达理的人 所以苏小姐 你是像军总所说的 来阻止我们合作的吗 没错 莫神派你来呢 还是说 我自己要来的 理由呢 我需要一个充分的 合理的 不掺杂个人恩怨的理由 没有 或许这一次 我就是想无力取闹了 苏总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他从小就是这样 对 还他那个哥哥 更不是什么好鸟 非但不感激我给他安排工作 还各种幽小 他们两兄妹 就不是什么好种 苏小姐 请回吧 我和哥哥作为孤儿的军家的压迫下长大 难道找到雪清哥哥之后 连屋里取闹的资格都没有吗 你说什么 雪清哥 不对啊 我检查过了 你要看的是这个呢 你 你是 你 你是 苏总啊 你可别被这个女人给骗了 你闭嘴 林苏 就是这个形状 我哥哥 苏恒的哥布上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他在另一边 我找到 这件事情 除了爸妈知道 没有人知道 我找到 我找到了 妹妹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苏姐怎么可能是苏恒的妹妹呢 这里一定是他们一个合作 连白 伪造的 对啊 苏总 现在是咱们两个公司合作的关键节点 你可不能被他给骗了呀 我谨慎 谨慎什么 苏盈和苏恒就是我的亲弟弟亲妹 苏总 你不用再说了 小心 我可以这么教你们 你们俩这么多年 吃了这么多苦 是怪哥哥 怪哥哥没有看好你们 以后 就算你们想要天上的星星 我也把你摘下来 送给你们 好不好 嗯 君天忆 你刚刚说我们兄妹都是坏者 是你说的吗 你刚刚说我们兄妹都是坏者 是你说的吗 苏总 我可不是这意思 我说苏英他 苏英是我的亲妹妹 苏恒是我的亲弟 你刚刚在说他们俩 难道不是在说我吗 苏总 你不用急 和君家的合作 就到此为止 苏家会继续 苏总 咱们的合作 可是建立在购赢的技术上啊 你要是终止了 对你们苏家也是损失啊 那些啊 就当是我送给妹妹的见面礼了 这点小小的要求 我都满足不了 我还算什么格格 苏总 你不能不管我呀 苏总 来人 送客 苏总 苏总 你就算不帮我 你也帮帮我 你也帮帮我妹妹 苏英哥哥 毕所 我告诉你 我有妹妹 姐姐 看到我们的血命一场 之前都是我不对 你 你别帮我 徐晓月 你好好说话 没有人能帮得了 苏英 你别太过分 爸 把这两个人 给我打出去 妹妹别怕 恶高的肚定猛 出门回去救 都怪哥哥不好 没事 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相信 如果我哥 二哥 知道了这件事 一定也会很开心的 对了 我还没来得及问 小恒的腿 是怎么弄的 君家 他当时发现了 君家的财务问题 出于好心 告诉了君天一 没想到这一切 就是君天一的手笔 为了灭口 所以才 君天一 好 来人 哥 这件事交给我 你相信我 君天一 君小月 君天一 我和你君家 所有的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了 好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就告诉你等等 哥哥之前 没有好好照顾你 是我的错 陌晨那小子对你怎么样 有没有气愤你 陌晨啊 他对我很好的 而且我还治好了他的腿 我相信他不会辜负我的 你治好了他的腿啊 嗯 而且 我相信以后 马上我就能治好二哥了 到时候我们就能团聚了 好 好 你 是苏锦的亲妹妹 你是苏锦的亲妹妹 那这回君家可是倒了八辈子去 真是坚持 莫总 那你以后就是苏总妹夫了 怎么啦 这莫总和苏锦啊 竞争十几年了 一直不分高相 哦 看我干什么 我们哥愣个的 愣着干嘛 回屋睡下 哎 哎 我要什么呢 这么几钱 医药方面的 这有人你认识 谁啊 先保密 到时候你就知道 该死 该死 都该死 哥 他想了这么气 我什么小气 军事完了 我们全完了 不怪那个苏音 死了 哥 哥 好嘞 啊 刚刚这一针 又是没有人给你解怀 我们怕你下巴被子 又在床上都不 给死 雷琳 雷琳 你的事不懂啊 成功了 我成功了 我的不原面霜演技成功了 小月 你真是个天才 你真是成功了 什么事这么搞定 大哥 我弄了你的重要面霜 演技成功了 请多亏了小月给了我建议 有了这个 三军家就是没有军戏机关 也都算在一起 你还懂中医 只懂一丢丢啦 都是二哥叫的哈 大哥 你是不知道 小月在这方面 竟然是天不绝伦 这一次啊 要是没有小月的话 这款面霜 绝对没办法演技成功 大哥 你先待一会儿 去个卫生间 你真厉害 加了你发的那些药粉 果然就成功了 我没骗你吧 其实那些药粉不是关键 我和你说的手把才是 不过药粉的配方保密 想用的话 我要这款面霜 百分之五的利润分红 蠢货 自己都说了不是关键 还想要补饭 做梦 反正这些关键的手法 已经拿到了 什么事儿 这么开心 昨天那条大鱼啊 上钩了 今天一夜 昨天是军事集团上市的最后期限 你们已经输了对赌协议 按照协议 你手上的股权将全部给我莫下所有 莫臣 算你狠 我认在 准备好股份涨案合同 明天我夫人苏英 会亲自去你们军家接关军事集团 只要谁来复活 怎么偏偏是这个逆女 这莫臣 摆明了是要羞辱我们军家 放心吧爸 我的副元面霜已经拉到三十多亿储资了 我 全部都拿去办厂购买原材料 只要面霜的证件一下来 咱大量生产 到时候有内莫家求咱的时候 天宇啊 你连个面霜的各种证件 都没有下来 你怎么就拉资金啊 一旦中间程序上有点差池 你拉的那么多字迹 要出问题的 那我们先忙吧 成分没问题 绝对不会出任何事 是吧小月 没错 绝对没问题 我相信二哥 你看成分没问题 走程序那边 我也托人找关系 不会出任何差子 你们就放心吧 哈哈哈哈 谁 金天宇先生是吧 您申报的面霜成分初步检测 不符合安全标准 不予以发放生产许可 什么 什么 喂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怎么可能不合格呢 喂 喂 二哥 怎么了 小月 他们说你昨天新做的样品 安全检测不合格 这怎么回事 不可能啊 他明明说那个 不对 不对 我没落下什么重要步骤 小月 你好想想 这可是关乎到我们军家崛起的大事啊 真的不怪我 东西我都是按照新流程做出来的 这不可能有问题 哥 我通议你看 你看 效果是不是很好 我 我在那 我 我在那 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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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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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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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 你告诉我 怎么回事 为什么小月末儿之后 别人变成这样了 为什么 我 大哥 我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第一次做书样品的时候 我用给那些人用过 没有步骤 而且小果很好啊 这一次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小月 小月 这一次是小月做的 小月 你快告诉哥 这一次你做这个样品的时候 你是不是漏了什么步骤 还多加什么财了 你快告诉我呀 是小月 我当然别我 我当然真是别我 不是小月 这次到底怎么回事 你快告诉哥呀 你说呀 大哥 我告诉你 你说 你说 我绝对不归 你快说 你快说呀 其实那个 是一个网友 让我家里 那些东西 你 我 我怎么用你这种 修行作孙 没有脑子的纯妹妹 我 我去家 我天 被你害了 我也不知道 小月 这谁呀 我的人 我的人也回来呀 你 啊 君天宇 是你说产品过神 我才给你投的钱 现在那边通知我产品不符合安全标准 你给我解释清楚 不 不用解释了 我的注资全部退给我 立刻 马上 我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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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这恐怕不太行 我资金全部都去购买原材料了 明星 您给我几天时间 我 我 我一定想办法 几天时间 你知不知道 你这是属于诈骗 还几天 你给我去监狱里想办法吧 天宇 怎么了天宇 天宇 天宇 紧张 紧张 完了 什么 紧张吗 没有紧张 只有期待 需不需要我陪你去 不用 接手军事 集团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操心 军家交给我就可以了 那 我把正宿给你留下 夫人 我昨天打听到 军家似乎出了一些状况 今天咱们还是小心为妙吧 状况 什么状况 听说军家老二 因为一款面疮的事 涉嫌诈骗 导致军家负债三十多个亿 警察到他们家的时候啊 军家老二已经为自己潜逃了 警方正在通缉他 啊 我知道了 你知道 对啊 因为这个局就是我给他们设下的 我知道 军天宇正在研究这篇面书 所以就私下匿名 偷偷联系上了军晓月 军晓月这个人啊 贪图虚名又贪图无厌 搞定了他 就基本等于搞定你军家 没看出来啊 我夫人的城府竟然这么深 怎么样 怕不怕 还有一件事 军家老大也走 走了 去哪儿啊 说是军晓月用了那款面霜 毁容了 军家老大送他去了一趟医院 回来然后就 跳江了 刚才才打落到尸体 毁容 跳江 军家还真是自食饿过呀 早知道我昨天就去看看好了 还能看分阵 你昨天 去医院帮你哥治疗的时候 该不会 可能是某些人不想坐牢吧 再加上 发现自己身体出现了点什么问题 想体面一点吧 所以就 选择跳江了呗 怪可惜的 小心点 小心点 冷静 嗯 今天的军家 倒是冷静了很啊 你要笑就笑吧 反正这一切 都是我们自找的 你们知道就 天作孽有可恤 自作孽不可玩 要不是你们汉局私利 也不会落得流血 别说了 这是股份转让协议 签了吧 你要干什么 周苏 快 跟我说太太 夫人 夫人 是你给我们君家害成这样 你们都得死 都得死 老老婆 感动夫人 今天让我长命 我今天都要看看 到底谁 让谁成命 很牛啊 你不是很能打吗 再来呀 再来呀 你来打呀 打呀 你打呀 这是哪儿 苏大小姐 您醒吗 菊天宇 你到底要干什么 干什么 我之前不是说得很清楚吗 先出国 然后东山再起 菊天宇 你现在可是通缉犯了 想出国 哪有那么容易 天宇 天宇哥想出国呀 走官方渠道 当然不容易 但是天宇哥想出国 从我的关系 那还是分分钟轻松的事 你还不知道呢吧 随好现在可是天书国际的负责人 专门负责国际物流运输的 天宇哥 就按之前说的啊 他归我 三天内 我安排你通渡出国 好说 好说 苏音啊 早知如此合理当书呢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当时在君甲 你不如跟了我都好啊 天书集团说 我还是没记错 应该是苏神集团集团 你知道的还挺多的嘛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谁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你是谁 你是陌晨的老婆 想拿陌晨出来压我对不对 我告诉你 这里可是天书国际 就算是让陌晨亲自来了 我也不挂他 之前你在墨家不是很嚣张吗 你再来呀 不认 哎呦 还给你去冲表姐去 啊 啊 啊 你真真的 啊 啊 小子 这时候说些什么话 可不聪明啊 我能给你脸吗 你干什么 朱焱 看来 你很在乎末尘这个小专班啊 那我就让你看看啊 我是怎么一拳一拳打死的 那我就让你看看啊 我是怎么一拳一拳打死的 你不是很能打吗 来 打我呀 打我呀 你做什么 有什么疯了我 打我担架 朱焱 朱焱 打我担掉 朱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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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打不打吗 不打的话 不如我们把他丢到海里去喂鱼 朱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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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更畜生 给你另一个选择 你主动一点 让我舒服了 哎 我就放了他 啊 朱大小姐 莫夫人 做出一个选择吧 有消息了吗 有消息了董事长 我们查到苏世名下的一家物流类子公司天书集团的负责人是隋浩 他最近和军天宇走得很近 结合目前军天宇的情况 我们猜测军天宇应该在天书集团货运番户附近 苏世 你确定 天书的门岗称今天见到负责人隋浩车上载着几个人 副家的年龄性别以及一些大体特征和军天宇很像 只是 后来他们又出去了 现在不知道在哪 不知道在哪 你要在哪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 对不起莫总 我们正在努力 神明关天 你到底 联系警方 调集公司的安保利益 还有 去长安我发的这个位置 立刻通知自己 明白了 是 怎么样 苏小姐 做出你的选择吧 不选是吧 好啊 那 我帮你选 大阳 大阳 行不行 我不是让你把手机关机吗 你怎么回事 我我记得我关了呀 我 谁记得我 哎呀 君家的妖娥的态度啊 为了以防万一 我设置了一个定时开关机 还有定时发送位置的系统 到时候你要是联系不上了 直接地址就发过来了 你 好 是什么 血液检测报告 什么检测报告 管他的 管他谁和谁的呀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破不了局 你不是有大麻烦吗 怎么了 你干啥呢 我们这大麻烦了 再让麻烦大过末家大过末臣呢 他 他是苏锦妹妹 亲妹妹 有什么 还是苏锦亲戀 这怎么可能 你问我 我哪知道 他不是你君家人吗 怎么变成苏锦的妹妹了 大哥 你这么玩就要搞死我的 别惹急 别惹急 我没想过 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 天狱哥哥 弟弟我是好心帮你 你让我绑了苏锦的妹妹 这 你知不知道 苏锦找到他找了多少年 二十年 这都二十年 要是让他们知道 我绑了苏锦的妹妹 我不可想啊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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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事情还没有到 不可挽回地步 只要 只要让他永远闭嘴 消失 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你疯了 我告诉你 我没疯 这件事你也参与了 就算你今天把他给放 你就敢保证 他不把你给抖出来 啊 其实让九天单亲受怕 我们不说 这 山草处根 你说的对 只要我们做得干净了 就算是苏锦 也不会有证据 你需要怎么 啊 小孩 我求你好好想想 人家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是军天宇做的 因为我哥和莫辰在国内的事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你们两个人没逆 靠近 军天宇才即使逃 能逃的人 他要是被抓 因为我怎么能保证 他不把你够去 苏宇 你这怎么说呀 我现在就把你食物给你割下来 我看你们那么多废物 住手 木臣 说 你们想怎么死 兄爷 你没事吧 你要再敢把我妹妹弄 我就再把你打成残疾 敢不掉我妹妹吗 你们是贤命太成 苏子 我不是知道苏宇是你妹妹 要不然我也不敢 说废话 说 陈怎么死 木臣 兄姐 我知道你们很厉害 但是做人留一些日后相见 相见 身上的案 你都能被枪毙吃鬼了 行 看看呗 他根本就没想咱哥俩好 你们想怎么样 他们竟然只敢带两个人过来 你不是人多吗 一不做二不休 把他们一起给做了 好啊 你们不人 就别怪我不义啊 敢闯这里 今天谁也别走 来人 来人 人呢 来什么人啊 都被我解决掉了 好啊 我告诉你们 你们敢就带两个人来救人是吧 我看你们今天谁敢过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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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哎 没事啊 别怕 醒醒 我受伤了 你不是很难叫嚣吗 叫我 敢帮我妹夫 带走 苏总 放 苏总 放 苏总 放 你下场什么能啊 你腿才刚好 什么叫成啊 你现在是我的妻子 都被人绑架了 哎呀 今天的事 反正 谢谢你啊 要不是你 我就 喂 喂 喂 我没听错吧 我的妻子 跟我还这么可能 哎呦 话是那么说 那也不能 看 啊 想谢我是吧 那光说谢谢可不行 嗯 你想我怎么谢谢 当然是 讨论一下其数 看在你受伤的分上 我就不骂你了 说吧 什么事 莫总 君家来人了 君家 君家那个老头 他孩子 让他们进了 都现在这个地步了 看他们还能捅出什么妖蛾子来 哎 燕燕 燕燕 燕燕呢 哎呀 你这个吓死我了 听说你今天被绑架 我 我这心呢 哎呀 这这看见你 我这心总算放下了 我就说君小月怎么那么灰眼 看来都是随了你啊 燕燕啊 你这是啊 说笑了 狗 敢动我的女人 君家还剩几个残兵半项 你们想怎么死 哎 莫总啊 我们这是来求您的 求您看在您有 军事集团那么多股份的份上 您就放过我们吧 是啊 莫总 我的儿子已经没了 我儿子也进去了 恐怕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小女儿也会容了 君死灭活的 现在我们君家就剩我们两个老东西了 这上天有好生之德 你就倒抬归手 放到我们俩吧 这件事我说了口子 说句心里话 你们对我和我二哥虽然并不好 但好歹算是把我们养蛋 其实一开始我本来没有想针对你 你看我就说嘛 音音呢还是那个好闺女 才过了这么一会儿 白天发生的事 你们就都忘了 放过你们 可以 交出你们手中所有军事集团的股份 我们就再两千年 不行 这些股份都给你们了 我们吃什么 我们穿什么呀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 行 既然话都说到这会儿上了 大家就撕破脸皮了是吧 反正我们手上有军事集团 三十多的股份 真要拼到鱼死我破 大家谁都没想好过 我就知道 你们知道军天忆为什么跳江自尽呢 为罪自杀 因为我二哥手上有你们军事集团 上上下下所有人的黑账 你你你胡我 你别胡我 苏恒 他那是一个职务人 他有用能怎么样 我就不信 我不信他那战略跟我对峙不成 谁是我不能 谁 谁 你 我要怎么恢复意识的时候 这还多亏了小英的拯救 对了 你现在这副神态 和你儿子昨天在医院见到我时头神态 是一模一样 你到底对天忆做了什么 都打枪了 没跟他说成 只是劝他自首罢了 否则我将这些材料交上去 本来他 至少是三十年的有迹无刑 做了错事又拒绝出他快乐队 他这样的人死有一分 倒是你们二位 在我二哥的那份名单上 好像也看到了你们的名字了 没错 虽然金额不大 甚至不够判刑 但是这些事情 要是提报到董事会 就直接出局了 别别我求求你们 我求求你们 千万别报董事会 我求你了 那就再给你们一个机会 我给你们五十万 把你们手中的股权全部交给我 怎么样 五十万 那些股份 至少值三千多万 你打扮又换了呢 那我就去上报董事会了 到时候 你们不但 还会被强制追责还了 是还几百万的倾款 还是拿着这五十万 去乡下小店养老 你们自己选了 不完了 你还回首大人的军家呀 不完了 是狗人吗 冯死了 上来啥也不是 我去照顾 大家看他 在澳门大比赛 上来 比我高如两个功能 水果来喽 谢谢苏果 哥 坐下歇会吧 歇不了一点 我看我妹妹嫁得这么晚 我就生气 乖 什么叫这么晚 我莫晨哪儿不如你 我作为苏家的家长 我就不同意 我说你苏家是来讲事的 好啊 那我就和你好好说的说的 你们俩结婚 你求婚了吗 没有吧 你举行婚礼了吗 也没有吧 有亲人见着吗 还是没有吧 所以你和小音的事 不作数 哥 你就别为难他了 来 你看看 作为你们莫家的媳妇 连个戒指都没有 还说对他好 我是真心喜欢苏玉的 苏姐 你 好啊 想让我承认 可以 我刚才说的 全给我做到位 我就同意 我明天就去买戒指 等着什么明天啊 今天人都喜 去明天吧 求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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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妍 嫁给我 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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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